东汉末年三国时代的大人物 孙坚 他的故事 琳琅满目相当的精彩 但是有一点 却是模糊不清 那就是 到底是谁杀了他 现在能够找到的资料呢 就只有旅工 而旅工的资料少得可怜 只说他是刘表的部将 然后呢 然后呢 可要知道哦 孙坚可不是小人物啊 他的儿子孙权 还创立东吴大帝国 他死知名人物 小人物可以因此历史流明 例如 杀害美国摇滚歌手的 美国很有名的摇滚歌手 约翰·兰隆的 查普曼 你看他本来就是默默无闻 但因为他 刺杀摇滚歌王 约翰·兰隆 他一戏成名了 所以当时有记者追问他说 你为什么要杀刺杀枪杀约翰·兰隆 他的回答很简单 他说我想要成名 这个回答跟刺杀 美国总统雷根的凶手 约翰·兰隆 他们本来都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 但因为刺杀大人物就历史流明 那同样的道理 孙杰不是小人物 刺杀这样一位大人物 最后还被追崩为皇帝的大人物 那刺杀他的人 女工我们却知道的相当少 孙杰的女工 他立下的功劳可是很大 为什么 因为当时荆州刘表 已经被孙杰打败 而且被包围在襄阳城内 就快要攻下来了 就快要投降了 但就在这个即将投降的前夕 女工却把孙杰给射杀了 那这样这么大的功劳 救了整个荆州的大功劳 但是历史上竟然没有记载说 女工被刘表 封为什么 加封什么 赏赤什么都没有 他射杀 孙杰之后 然后就怎样 disappear 就不见了 突然间不见了 这不是很奇怪吗 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 有人不想让大家知道 女工到底是谁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知道 可以的 可以从三国志的记载来推敲 三国志孙间传英雄记有记载 出平四年正月七日孙间使 又云 刘表部将旅工 将兵圆山向尖 就是圆着山去奔向孙间 轻骑 轻骑 寻山 寻山 讨工 孙间 骑着 轻骑 不是重武装 叫轻骑 可能 只穿着轻便的铠甲 带 带着 带着 不是重武器 可能是人数也不多 然后 寻山 寻着这个山路来讨工 工就是旅工 追击旅工 工兵下石 旅工的兵把石头丢下 打中孙间的头 孙间就这样死了 这是三国志 英雄 英雄记里面的记载 那从这一段记载 我们可以来推敲 这一句话 孙间寻山 讨旅工 会觉得 孙间太过清敌了吗 他为什么 敢这样轻装 来追击这个旅工呢 难道 他 他早就知道 旅工是谁 而且这个旅工 还曾是他的手下败将 所以 他 很放心地去 追他 这个可能性很高啊 不然 按照道理 孙间 神经 百战 他又不是 他又不是傻瓜 他怎么不会想到说 可能有人埋伏啊 但显然就是他可能早就认识这个旅工 知道说他很单纯 他就是人家想的有勇无谋啊 不会涉埋伏 对不对 我的事 刚好在不久前 有一个姓吕的 就被孙间打败了 那个人就是吕布 霍汉书董卓传有记载 卓浅将胡枕吕布攻之 不与枕不相得 君忠自惊恐 氏族善乱 兼追击之 整部败走 董卓啊 曾经派胡枕跟吕布 攻打孙间 但是吕布 吕布是并州骑兵嘛 是边地来的 而这个胡枕呢 他是西梁的大将 他当时是都督 而吕布只是骑都 就是步兵的队长 那因为吕布才刚归户 这个算是归队入董卓的阵营之中 所以这个胡枕呢 当然看不起吕布 这些并州骑兵啊 就不合啊 那一定是传闻什么 一定有传闻说 胡枕想要借机呢 把这些并州骑兵呢 杀掉 所以这个惊恐嘛 稍微有一点 这个风吹草动呢 因为互相不信任 就惊恐 结果施主呢 就散乱了 也有可能是吕布当时的 所所带领的骑兵呢 并不是并州骑兵 因为董卓可能不信任他 不会把真正的骑兵给他带 吕布没办法发挥他真正的实力 就这样被孙坚给打败了 我们想想看 孙坚轻易地打败了吕布 那是不是会认为说 吕布也不过耳耳嘛 所以当吕布出现在刘表的军队里 他当然不怕他追啊 他怎么知道说 其实吕布可是神射手 所以你们想想看 你看到这个孙坚的死法 有的说法是说 他追到县山里面的树林里面 然后就在树林中间 突然间就被射中了 那你们想想看 谁有这种神射能力 还有就是 谁有这么大的胆量 这么高素质的心理状况 能够面对孙坚这样的江东猛虎 一点也不怕手不会发抖 照样把弓拉起来 而且能够这个箭啊 能够摆布穿扬啊 穿过树林 然后就把奔跑之中的孙坚给射杀 这一定是要神射手才有办法的 所以这个旅工绝对不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人物啊 可要知道耶 荆州刘表当时才统治荆州 两年多而已耶 这两年多来 他当初啊 历史史三国志有记载啊 他去奉朝廷之命到荆州就任的时候 他只是单枪匹马 就他一个人而已哦 就去进入这个荆州里面 当荆州刺史也就是说他没有什么班底 他没有什么人马那两年多而已 你们想想看他只当了荆州刺史两年多 你说他有可能找到一位主以射杀 他孙坚这样大人物江东蒙古的神射手吗 我想不大可能 只有说这个这个人就是旅工就是旅部 才有可能 而旅部为什么要帮助刘表呢 为旅部在西元1992年的6月 因为20万 梁州兵攻破长安 是不是 带着旅部带着文武摆官 往南逃 那你看这个地图啊 从长安逃出来 往南逃就会进入 荆州刘表的地盘 那这些文武摆官 还有并州骑兵都要吃饭啊 那当然旅部只有请求刘表帮忙了啊 而刘表 刘表会不会帮忙 以汉朝的官制来说 他不得不帮忙 因为旅部的官比他大 我们来看看旅部到底有多大 旅部当时的官爵 是温侯 十亿 三千户 奉威将军 池杰 也就是钦差大臣 开府 一同三司 也就是说 他有自己的官府 里面有奴仆 有公子人员 有秘书 这个是一品的大官才有 三司就是三公 一同三司 就是说旅部出入的阵仗 都跟三公一样 如果以现在来讲 就是说他出去的时候 他的车队就跟副总统跟部长一样 与师徒王允共秉朝政 假如我们说师徒王允是右丞相 那旅部就相当于左丞相 也就是双执政 而戏曲小说还多了一个风 风诀 那就是交流王 也就是高丽王 吕布在原曲里面 说他是被汉宪帝封为高丽王 交流王 是王 可不只是吼而已 公侯博子男 比这个五等爵位更高的就是王 交流王 因为为什么 可以轰王 因为他拯救这个东汉帝国 所以值得封王 这个最早的 比这个三国演义小说 还更早的这个元代的戏曲 其实对吕布评价相当高 他说吕布是被封王的 只是后来这个交流王这个说法 就被到了宋朝以后 就慢慢的就被封杀掉了 吕布就开始被贬低了 所以以吕布当时的地位来说 荆州的官比他小很多 荆州刺史或者荆州牧 都比吕布的左丞相这个官位 还要小很多 所以刘表称吕布为吕工 可能性很大 而且 这个 这个 吕布也想要刘表 替他保守秘密 毕竟他这样逃出长安 是很落魄的 还要寄人篱下 他要吃饭嘛 所以要帮刘表解决困难 把这个元素的兵重给打退 这毕竟以当时来说 寄人篱下丢脸嘛 所以吕布可能要刘表 要替他保密 不要让大家知道 吕工就是吕布 所以对外公部都说吕工 当然啦 为什么后来 吕工没有被刘表封赏 因为吕布后来就走了 他真正的目标是什么 他是往南逃 然后是不是要绕 绕过荆州 然后再到南阳元树那边 然后再往北 回到哪里 当然是回到他的封地 回到他的封地 温州啊 温州是不是 司马懿的故乡 也是温侯的十亿嘛 他十亿三千户 他回到自己的十亿 有吃有喝有住 文武百官跟并州骑兵 吃喝都没有问题 三餐都没有问题 三餐都没有问题 所以他在 在 刘表这边 只是借数而已 短暂的拘留 他当然不想让人家知道 他落魄的流浪史 所以就 请刘表呢 跟 对外说 他 叫做 吕公 所以 所以当时的人都不知道 吕公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 可以从 吕公的神社 还有那些 这个 你要把孙奸 打败呢 当时孙奸 全部的兵重有数万人 围困襄阳 你就知道 他帅的是大军 那 这个 吕公 跟他的手下 张了啦 成脸啦 喉成 魏续 魏月 好蒙 潮信 这些 都是 并州骑兵的精锐啊 都是 武艺高强的高手 才有办法 把孙奸的数万精兵呢 给 顶住啊 然后才能够把孙奸呢 给 射杀 一般人是 绝对不可能的啦 而且 刘表才 治理荆州两年多 他怎么可能能够训练出 这么厉害的 军队呢 所以你看他是不是很简单 就被元素 派来的军队给包围了 打败了 他手下唯一能打的 就那个皇祖而已嘛 结果也是 连连大败啊 被瞬间打的 落花 流水 幸好 吕布当时 就在 刘表那边 起食啊 才得救啊 好 所以说这个女工就是 吕布 答案揭晓 好 祝大家身体健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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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